熊孩子到处里 但是这么熊的 你肯定没见过 他拿着水枪一顿喷 不起眼的一个小动作 对蚂蚁来说 却是灭顶之灾 这还不过瘾 他对着蚂蚁窝 就是一解 可怜的蚂蚁 招水惹谁了 瞬间死伤一片 原来熊孩子叫二蛋 由于太过瘦小 经常被胖虎欺负 每次被欺负 他都不敢反击 于是他把心中的怒火 都发泄到蚂蚁的身上 这一次 二蛋差点踩死一对情侣 还好妈妈的呼喊声 避免了灾难的发生 这对情侣可不是普通的蚂蚁 其中有一位 是蚁族的法师 看到二蛋的所作所为 他瞬间暴怒 法师要让二蛋付出代价 他决定发明一种药水 经过上百次的实验 法师终于成功了 他发明了缩小药水 于是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 法师代理蚂蚁小分队 趁二蛋熟睡时 成功地往他耳朵里 倒入一滴药水 半夜 二蛋醒来后 发现身边的一切都变得陌生 他感到非常奇怪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群蚂蚁突然出现 把他扛到了一个悬崖边上 法师一脚将他踹进了深渊 二蛋这才意识到 这里正是自己 祸害了无数次的蚁穴 二蛋被带到一个广场 这里正是蚁族的祭祀广场 他们要在这里审判二蛋 一群中 有人提议吃掉他 才能解除心中的仇恨 这时 以后出现了 面对大家的愤怒 以后对大家说 我们蚂蚁世代勤劳善良 把二蛋吃掉 太过残忍 不如我们尝试一下改变他 最终大家决定 让二蛋和一群一起生活 他必须学会如何成为 一只合格的蚂蚁 只有这样 他才能明白自己所犯的错误 这时 一群中的小美自告奋勇 他愿意成为二蛋的老师 接下来的日子里 二蛋不是在训练 就是在到处觅食 除了这些常规训练 小美特意提醒他 必须注意玻璃上的光反射 因为这是最致命的 如果不小心碰到 二蛋熊孩子的本性再次暴露 他说自己才不怕 说着就要试试 就在这时 小美拉起二蛋就跑 原来是蜂群出现了 无数蚂蚁被抓 成了马蜂的晚餐 但是蚂蚁们也不惧怕 他们扛起石头反击 随着巨石的攻击 马蜂们开始到处躲躺 忽然一只马蜂 盯上了二蛋 危机时刻 小美连忙将他推开 二蛋被这个场面吓坏了 直接头也不回撒腿就跑 结果没跑 多远 又被另一只马蜂拦住 生死关头 他发现不远处有一个鞭炮 二蛋灵机一动 赶紧拿起一块玻璃 利用阳光将鞭炮点燃 此时 马蜂开始攻击他 尾刺刚好扎进了鞭炮里 瞬间就是一个小爆炸 风群闻声而逃 蚂蚁们以为是二蛋 勇敢击退了风群 他成了乙群的英雄 这也是他人生 第一次受到别人的赞赏 为了表达谢意 晚餐时 蚂蚁端来以炒里 最美味的食物 一盘绿色小球 二蛋拿起一个尝了一下 哇塞 太美味了 下一秒 他看到了绿色小球的生产过程 吐完后 小美带他参观乙族纪念馆 这里记录着乙群的重要事件 纪念馆的镜头 有一张巨大的石像 小美介绍说 这正是蚂蚁的祖先 蚂蚁之母 这时二蛋被一副 奇怪的石壁画吸引了 小美解释说 这是大魔王 传说中 他走过的地方 寸草不生 二蛋突然反应过来 这不是灭虫公司的人吗 自己还被他忽悠地 办理了灭移业务 二蛋回忆了一下 糟了 约定的灭移日期 马上就到了 为了挽救乙群 他必须想办法 他叫上几名小伙伴 假装去家里找食物 到家后 几人找到了美味的软糖 而二蛋则走到电话上面 开始试着给灭虫公司打电话 他反复地在数字按键上横跳 竖跳 结果拨错了号码 对面是一家披萨店 二蛋以为对方就是灭虫公司 两人前言不搭后语几句 二蛋以为订单取消了 于是带着大家回到了乙学 法师得知二蛋 擅自带着大家外出冒险 非常生气 直接将他赶了出去 无处可去的二蛋来到了湖边 身边突然出现一只小瓢虫 两人刚聊几句 小瓢虫突然不见了 这时 湖里出现两只大眼睛 二蛋吓傻了 连忙四处逃窜 刚好遇见了出来找他的小美 大家连忙爬上一个饮料罐 人类怎么可能爬上光滑饮料罐 就在这时 蛤蟆的肚子里还不止一个人 他们已经没有了求生的欲望 互相打趣地迎接死亡来临 让人意外的是 没多久 法师也进来了 原来他拿着一瓶催土剂 准备就二蛋出去 下一秒 经历了这么多 二蛋终于明白自己以前是多么的愚蠢 法师也为之前的事情 向他道歉 两人就此兵事前嫌 第二天一走 一阵吵闹声将两人吵醒 原来是灭虫专家来了 他有很多种可怕的灭虫手段 二蛋连忙跑回以学 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家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他主动提出要和大家共度难关 为了化解危机 二蛋来到马峰的阵营 说明情况 想跟他们合作 马峰只想把他们吃掉 哪会跟他们合作 突然 最终 马峰同意与一群合作 就这样 保卫战开始了 蚂蚁们带上装备 骑着马峰向专家进攻 结果 专家的灭虫设备太厉害了 随便喷了几下 直接把赶死队灭了一大半 几个回合下来 赶死队几乎全军覆没 这时二蛋想到一个好主意 他将药水涂抹在马峰的尾刺上 然后趁专家不注意 一个俯冲 转眼间专家变成了小不点 峰群立马一拥而上 把他折得落荒而逃 风蚁联军最终获得了胜利 二蛋也因为勇敢 再次受到大家的赞赏 这时 法师江姐要递给了二蛋 是时候 送他回归 正常生活了 经历了这么多后 二蛋已经不再是 以前的那个胆小鬼 当胖虎再次找麻烦时 他没有再次忍受 而是选择勇敢地面对 成功地将胖虎打败 故事的最后 二蛋将一袋软糖 撒在了乙穴周围 而这一切 也被记录在了 蚂蚁纪念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万物皆有灵 我们要善待一切 和谐共处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点个订阅吧 下期节目 我们再见